剛剛就過濾了一顆鑽石 哇,十分幸運 我大概掘了這裡有四套的石 然後就可以拿去過濾 看看會出多少鐵礦和鑽石 好,過濾了這麼多 哇,其實過濾了很辛苦 其實過濾了兩顆鑽石和鐵礦和綠寶石 還有金礦都有 鐵礦的應該是有四顆 搞了差不多幾set才只有四顆 都真的幾少 但是沒辦法 因為空島生存就是這樣 順便等燒的過程我們過去挑戰一下這個什麼樣子 暫時我還未知道究竟它的生態是怎樣計算 不太清楚 14顆,殺! 我終於可以挑戰一下這些老鼠 不,這些14顆高過自己的精靈 應該不會輸的了 因為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奇異種子的技能 還未學得齊 最主要那招的飛葉快多 技生種子這些未出來的話 其實是很難打的 但是一出來的話 其實就容易打非常多 但現在只剩下12滴血 不知道打不打得贏 這個14呢 如果它一來就用其他... 是不是用攻擊 哦,電磁波OK 電磁波這招雖然有狀態影響 但是就不扣血 對於我來說也是好事 還有,雷系打草系 就有抗性的打下去我 所以我就應該不需要太害怕 除非它有普通的技能 譬如是那些什麼撞擊 撞擊那些其實就更痛過電擊的 好,我們欠兩滴我們的奇異種子就可以進化了 什麼東西 是不是有東西在下面 為什麼有個格子在下面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沒有東西你說 說回剛才的鑽石 鑽石其實就有什麼用途 我都不太清楚 看一看 可以弄附魔台,鑽石劍 接著一些工具 接著這個就是那個過濾的隔層網 那個網我應該未必弄這個階段 因為這個階段 它的回復其實不是太高 這個是什麼來的 公仔 這個是可以生任何怪的一個公仔 我不太清楚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最重要要做的就是精靈球 精靈球是一個最... 喂,打奶官 過去打他才打奶官 15勒 啊,15勒 剛好 越高勒的話 越吸得多血 這裡 只要落到忌生 總之基本上贏了一半 打了大奶官 對了 打了16滴血 接著回多少 回了 6滴血 都幾多下 只要他不是有什麼高傷害的技能 我就一定打得贏 大奶官 沒問題 雖然他是這個普通系的... 即是這個吉文裡面的殺手 新... 新手訓練家的殺手 但可惜我已經不是一個新人訓練家 沒可能贏到我 大奶官 憑著我這個寄生種子 不斷吸 不斷吸血 就可以成功打贏大奶官 沒錯 15勒 毒粉這招就不要了 毒粉 催眠粉也有用 我們不要撞擊 因為少用了 生牛肉 大奶官是牛來的嗎 大奶官是牛 我在想 大奶官是牛還是羊 好像是牛 OKOK 又學會了少少東西 那邊有隻中間的羊 這隻叫什麼羊 熔... 這個叫熔... 熔...熔... 很難讀 OK 寄生種子 一樣都是 自己要我 奇異種子 學到寄生種子 那就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嘩... 怎麼過來搶鏡呢 這隻叫... 飛躍快刀 應該就快可以升為奇異草 462達到經驗值 極巨等級 不是吧 這隻遊戲有極巨 應該都會有什麼價 冷靜的性格 冷靜的性格 加特攻減速 冷靜的性格 打多一隻應該差不多可以進化 好 我們可以見證到奇異草的進化 嘩... 竟然主動挑戰我 那你準備受死 吹粉 睡著了 嘩... 糟糕... 糟糕... 走 嘩... 搞什麼啊 大哥 噢... 推個粉電駕到街 神經病 我說這裡真的很危險 沒有這個水已經死了 好了 我們還是乖乖地留在這個位置 嘩...沒有這個水真的完蛋了 神經病 我這條路可能要起過 這麼危險嗎 欸... 進化了... 但是...都看不到在哪 都看不到在哪 都看不到在哪 它是不是在地底那裡 現在 嘩... 好華麗啊 進化進得 但是我什麼都看不到 還是 進了啦... 恭喜你 已經進化到奇異草了 嘩... 我們觀察一下 咦...美藍 好 嘩... 好漂亮啊 雖然好像有些... 有些像紫造的畫質 好...奇異草 好... 飛熱快刀 輕鬆打贏了 依依依依依 好...現在我們就得到了這個鐵尖 這個鐵尖就是Pokemon專用的鐵尖 就是可以給你突平一些的鋁片 那... 怎樣有鋁片呢 那鋁片呢 就是... 要透過用沙 過濾這個沙 它就有機會出這個... 鋁的粉 那鋁的粉就可以令... 令到... 這個鋁定出來 那...首先我們要做的都是... 通狂地過濾 這個遊戲 好了... 剛才就沒有錄到 但是已經成功突平了 唉... 不是喔... 那... 可以再試一次了 唉... 那...就是放上去之後 就持續按住左鍵 就會聽到有聲音的 聲音呢... 有了...有聲音 然後它應該會再打多一下 或者會直接彈上來 對...我想... 嘩... 弄一塊弄這麼久 是不是這樣搞定了 還是還要再打啊 我們再打多一會看看有沒有動靜 如果沒有動靜我就抽 唉...可以了嗎 這個... 拿起來 有了...有了... 鋁板 那這塊鋁板呢 就是可以弄到一些... 哪些東西呢 可以弄到的 就是... 黑龍姬組件 那黑龍姬呢 將會是我這遊戲的最終的目的 好... 然後... 治療床 即是這個... 精靈中心的東西 我就遲些先啦 好... 大家看到呢 這個畫面呢 就開了一條新的路出來的 其實我就想再在這裡 再開到一個新的區域 看看它會生什麼怪出來 因為我很想知道 究竟它的生成機制是怎樣 我一直很想搞清楚 好...大家會看到 這個地圖呢 開始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區域 那這條是什麼呢 我帶大家去看一下 那這一個呢 就是... 也是一個賊怪的地方來的 那... 但是呢 為什麼這個零射遠呢 對啦 因為我也上網看過很多的一些... 教學 那這裏呢 就是另一個區域來的 對啦 這一個呢 就是沙漠區域來的 我們走前一點看看 你會看到地圖的右上角 即地圖那裏呢 下面會有寫什麼地區 座標是什麼 以及會寫什麼地區的 當我走前幾步 的時候呢 大家看到了 它就會變成另一個 看到嗎 看到嗎 已經變成沙漠了 這個地方 那相信呢 應該就會在這裏 生沙漠的怪 應該會有其他的精靈會出現 欸... 又會很遠不知是什麼 我們在這裏等一等 看看什麼時候會有新的精靈出來 好...大家看到了 有新精靈出來 相信大家看到這隻是什麼 這隻就是... 它是... 生成在沙漠地區的大鱷矮 對啦 地面是精靈 我們當然就馬上殺了 不用問了 馬上來個飛爾快刀先 終於有其他精靈出來 非常好啊 挖洞 不是吧 啊... 飛爾快刀 因為它挖洞了 所以沒辦法打到 嘩...飛得到街 搞定 得到沙... 欸...好啊 這樣也有沙靈 這樣也可以刷一下 那我有機會可能要抗大這個地方 抗大一下這個地方呢 等到它那個... 生成面積大一點 因為在這個地板它無法殺怪 所以我們就要抗大它這個沙的地形 好啊 福音樂 辣是 嗯... 好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